国门开了两岸小三通迟迟紧闭 立委直询台上和苏奎唇枪舍战 金门是不是国门 我们很清楚 金门同样是我们国土 对金门这个门是不是国金的一个门 但小三通跟国际开放 所以小三通又不一样 要防卫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 要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 你是一国两制吗 你这样拼拼吵小朋友听不清楚 特地Q异常二楼观摩席来参访的金门学生 苏贞昌要陈玉珍别教坏小孩 效果都一样都是老婆一个是睡衣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很难过没有证明 你这个讲法不对 我们对于小三通要考量中国的疫情 中国的防疫措施 以及两岸之间的关系 立委没打算放过中央 也让陆委会急忙喊冤 小三通不是单方说开就能开 我们所有的海关防疫还有路径 跟安全的神秘 我们665个在金门 都还是待命 但是对岸已经解散了 这个是其中之一吗 你很扭曲 你不批评中国批评自己的国家 不是 我不是说我们的决定都被大陆牵着走 如果大陆永远都不配 我们都被他牵着走就对了 你莫扭曲了 我们是自主的国家 你莫扭曲了 两边要通 他那边把他关起来怎么通 苏奎忍不住酸回去 和立委间战火一触即发 但不止小三通还有金马 究竟能不能划入领海 也在异常内掀起激变 你现在是行政院最高的 我博的最高行政院 我现在正在打悟 请说 我不都说完了 请说 你没有注意听 要问却不给回答空间 一瞬间让苏贞昌怒了 内政部更点出现实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因为政治问题 所以进门马祖的领海 没有办法被划进去 我要告诉你 你就怕我回答嘛 你就怕我回答 没有怕我 我要把答案都 我现在回答 我依法行政 法律规定 有尽限水域 就是这样嘛 明山国防扯上两岸纠葛 多的是声不由寄 进行为李廷 郭彥廷 参法报导